你要逼他 什么东西啊 如果是林星辰的话 应该叫得更凄惨吧 你在干嘛 你想给他惊喜 你终于想通了 没错 惊喜对女人来说 就是毒药 让他心花怒放 却要欲罢不能 所以用惊喜的方式来跟女孩道歉 我百分百赞成 那 惊吓呢 子周伟 你给我过来 我又怎么了 我不准你跟郑处妖说话 表里不移的女人就是应该受到惩罚 林星辰 好好接受你的惊喜吧 就让我扔一下 看你 可爱的女人 就帮你用他的女人 和我的披药 一定要吃 褲子为什么会这么紧 莫非 难道 不会是我胖了 怎么可能 怎么可以 不不不 冷静 这一定是女佣用了不对的席衣 褲子缩水了 对对对 就是这样 吓死本小姐了 林星辰 你胖了 笑话 我从十六岁开始就没有再胖过一斤 这套马书服的设计重点就在腰间的皱褶 不过它现在已经被你给撑起来了 林星辰 时尚是不会撒谎的 你想多了 是因为我们家女佣把裤子写坏了 死胖子就不要再狡辩了 要不然我更衣肩有体重称 你敢不敢当众测测看啊 雷佳娜 这里不是猪肉店 我为什么要当众表演测量体重啊 你知道吗 只有你这种没有自信又没有控制力的人 才会选择这种方式来证明自己 你怕了 我有什么怕的 看起来你最近腿好像更粗了呢 我哪里粗了 好像我在胖十斤也没有你要粗 雷星辰 相信我 不要测 看到了吧 我们家药王子说了 我根本就没胖 我怕你会压坏人家雷佳娜的车 哎呀 林大胖子啊 哎呀 林大胖子啊 哎呀 毕竟啊 肚子里面装的都是冰淇淋 薯条 炸鸡这些垃圾食品 你没什么资格说别人廉价吧 我一直都是吃有机食品的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别人眼里的公主 私底下却是一边看漫画 一边吃垃圾食品 哼 这种秘密 你还希望我替你保守多久啊 哼 不可能 你以为逃得过本少爷的法眼吗 不过你放心 只要本少爷开心啊 你的秘密在我这里还是很安全的 这种绝世机密 他怎么可能会知道 这种事情 他怎么可能会知道 难道他跟踪我 不可能 他遇见过我 也不可能啊 但如果以他的性格 他一定会去嘲笑我的 那 原倒是他 为什么你个混蛋 为什么你要这样 为什么 你不要脸 你讨厌 郑楚药是熊骑士 郑楚药是熊骑士 你还点头 天呐 喂 你说对了 对不对 他就是熊骑士 完蛋了 你知不知道我在漫画店 我每天吃薯条 还长泡 我还吃炸鸡 怎么办 你 你 你是他这一伙的 还是我这一伙的呀 我 我怎么办 你告诉我怎么办 你告诉我怎么办 我怎么办 我ía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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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